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就是来揭晓这个奖项了 我是希望我们电台可以得 这是自己人 赶紧人赶紧人 好 真的要接奖 是有点不容易了 自己人 今年的广播剧得奖的是 人生想想剧场 拆断法人中央果播电台 恭喜 恭喜 以猫组绕境为题材 演员跳脱传统演艺 且自然呈现很接地气 并传达出民间信仰的信念 与亲情坚定的力量 是一出展现勇气的广播剧 中央广播电台 谢谢 谢谢两位颁奖人 还好他们不是评审 要不然大家会以为 就是他们就直接决定是我了 首先谢谢评审 上次得奖是三年前 比得第一次的时候要加快了许多 这个 当然这个速度 还是比不上小猪姐姐了 她是年年得奖 但是我非常感恩 那感恩的就是 我们这个广播剧 叫人生想想剧场 我常常在想 就是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难道一定得奖会比较快乐吗 尤其是在我们不得奖的时候 当然当然是肯定的 我现在就是非常快乐 谢谢 广播剧是一个团队的功劳 我只是一个代表人而已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编剧 张艺烟小姐 三年前的剧 也是她帮我们拿到的 还有我们的音校 程春福 也是同样的班底 演员当然有很多新的阵容加入 包括了我女儿李妮 谢谢你 在她参与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平常的演员 我们不敢对她们发脾气 但自己的女儿是不能客气 那今天晚上你可以对我发一顿脾气 没问题 另外我也要谢谢今天一起陪同我来的 老婆张安琪 还有我的岳母 当然开启我人生的 我的妈妈 我天上的爸爸 非常感谢你 那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加油团 中央广播电台的加油团 永远都是这么热情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